朋友们大家好 胡子哥在成都这边 中旅世界房车营地 成都的天气其实山芸盆是最好的 这两天的温度就13度到23度的样子 平均温度20度 最舒服 成都人也特别爱玩 四川人特别爱旅行 那么我们把房车停在这边 在成都好好转转 可以开了前车出去转一转 营地这边就方便 有水有电 可以传承的房车 就是咱们车辆要耐用性好 材料用料很有讲究 这边做饭 然后车里做饭 车外做饭 反正都是可以的 这边在成都这边好好转转 到了营地的话 我们充电也方便 就是我们把拖挂房车就放在这边 开了前车 开了比亚迪堂出去 因为成都的外环蛮大的 比上海还要大 要一百多公里 成都的天府机场就要一百零几公里 所以我们开前车出去转的比较方便 五喉区 什么几个市中心的区 都是根本不方便停房车的 那我们开前车去就可以 房车就放在这边 水深加满 这个管阵的伸缩的 我们有三根这样长的 这个差不多要十十五米 三根的话就四五十米都能够得到 水和电都充满 快乐女神唤醒派对 这里面音乐放起来 小姐姐嘟得很 那这两天呢 有两位粉丝的车友啊 他私信给我 有的微信问我 胡子哥 现在外面都说这个房车啊 到处被驱赶啊 不让停车啊 各种困难 这个房车能玩吗 怎么情况 这个能玩不能玩呢 是看每个人的情况 看你怎么玩法 就是说 这疫情的三年啊 我们往前推三年 2020年 2021年22年 这个三年呢 大家说不能出门啊 不能怎么样啊 那我这三年的都在外面 包括上海疫情最严重的 去年的四月份五月份 这两个月 好多人都被关在里面 我呢是在江西平乡那边 我还想寄东西寄到上海去啊 发物流 发一车祸过去呢 当时 所以呢 玩不玩能不能在外面玩 疫情这三年 其实在外面玩的人 确实减少了大概 所以我到哪里都可以包场 都很少人 去玩的时候 人很少 我也很精准的 错开了新疆的一个事件 去年前年 10月1号的阿拉萨 我就是在9月份去的 到10月1号之前的两天 我离开了 然后那边的情况就比较复杂 所以具体怎么玩 自己有自己的应对方式 那么大家都说 这个房车 生活垃圾啊 或者不让停车啊 其实我今年的视频也拍过 包括云南的宝山这边 免费的停车上很快阔啊 政府都提供供水供电 免费停车 都有很好的停车点 包括云南的袁某 都有很多好的停车点 大家可以翻开我之前的拍的视频内容 有些拍出来视频 只是说到极少部分的一些地方 极少部分的一些人的行为 它其实占比非常低的 可能只有百分之一 可能只有千分之一 但是被这个媒体放大了 有些不明就里的一些朋友就说 你把垃圾带走 怎么这个都是其实不了解的人 真正的玩房车的人知道 垃圾是不会带走的 垃圾是留在垃圾桶里面 像上海早两年就实行垃圾分类 就是干垃圾湿垃圾 在外地很多地方都没有分类的 你只要分干垃圾或者说什么垃圾 可回收和不可回收 把它分类分好 房车营地房车停车点 靠的是我们每个玩房车床车的人的自律 也是靠管理 最主要是要靠管理 怎么管理很简单 你家里面的小区 你说你的垃圾一个星期不扔 一个月不扔可能吗 你肯定要扔的 扔在哪里 扔在指定的地点 指定的垃圾桶 然后每天都有工作人员来清理的 那么房车停车点也是的 应该要有清洁工 有卫生管理人员来管理 收费嘛 这个是正常的 就像你小区付物业费 房车出去也是这样的 一个停车场 停车位根据实际情况 收10块钱到20块钱 到30块钱的一天 包含用水的费用 加强管理 这个是很简单的 也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包括现在的营地越来越多 所以管理是第一位 自律是需要的 但是管理是更加重要 该收费的就要收费 促进当地的消费的 房车肯定能够带动消费的 房车这种需求是有的 为什么呢 以前说了农村的吃不上肉 或者说要享受城里的生活 那城里人呢 觉得我又回到农村的一个享受 我要去农家乐 去散散水水的地方 那么人是有这种需求的 人几万年 几十万年的一种 本原始的一个基因 都有一个回归大自然的 这种理念的 那么城市生活过腻了 肯定是要到这种 山清水秀的地方 露营生活 房车生活 都是能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之后 他需要这种 所以你在犹豫各种情况 这个能不能玩 这个怎么样的 犹豫不决的时候 你在浪费你的时间的时候 人家已经在玩的路上 人家已经在愉快的玩耍了 那像我现在在成都这边 中旅世界的房车营地 你看 现在搞一个活动 168每个人啊 就是自助餐 招考你自己考 或者他们考好的都可以 然后你看一个场地上面 都有几十上百个人 这种需求量非常的大 那这种是还是小范围的啊 就城市周边的啊 城市市中心到这个周边 有一个露营的场所 大家聚会啊 有这种需求 还有周边有一些房车小院停的啊 等于说城市里有房子 乡下有这种度假的小别墅一样的感觉 那么大家如果看过这三四年的视频就知道 胡子哥不但喜欢去各种地方啊 各种景点带着房车去旅游 而且呢我们房车可以去一些更加小众的景点 不一定要名气很大的啊 山清水秀的地方 人少的地方反而舒服啊 你把房车一停车也少 然后你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好 第一个车要停的标准规范 该负停车费就负停车费 然后生活垃圾当地都有垃圾桶的啊 你该怎么放就怎么放 他们清洁工会处理的啊 加水加好 清水怎么处理 灰水怎么处理 黑水怎么处理 规规矩矩来就可以了 这些停车点其实还是非常多的 那么现在房车营地真的逐步发展的越来越完善了啊 50块80块30块都有这种房车营地 而且我也介绍过三个找房车点的停车点的地方 然后呢我也会跟大家在分享我在用房车 房车哪些设施 哪些配件很重要 哪些东西它耐用性好 哪些是我们房车必备的一些小家电啊 这些我后期都会跟大家一起分享 所以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哪怕有疫情的三年 哪怕现在有什么管理 都是好事情 你想玩的 趁人少的时候玩 什么事情趁早玩 趁早的做的事情 往往有挑战 但也会有很有刺激 也会玩得很舒服的 至于卫生的情况啊 外面的管理不让你停啊 其实不让你停是某些地方不让你停影响到人家了 有些地方是让你停的 它周边有一些指定的地点的 我刚刚说云南的宝山 清华湖边上有八个停车点 但是它只让你停三个点 一个点是有电的 有水的都是免费的 电也是免费的 一个点是有水的 没有电的 电不免费 不提供 还有一个地方呢 是电视刷卡的 一块钱充值的 扫码的 充值的 它都有不同的管理方式 那么其他的一到五个点停车点 都是不让你停房车的 是停当地的私家车的 这个就是管理 把六号七号八号 这三个大营地 大营位靠里面的环境更好的地方 留给你们房车 专门给你们房车停 还是免费的 因为房车这个市场是很大的 会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的 就是卖房子的价格不动了 那就没有办法推动了 但是房车的这个需求 还是有很多人需要的 一个人每年花个三万五万 甚至十万八万 用在房车的这个开支上面 都有可能的 那么只要有一万个人 乘以每个人花一万 就是一个亿了 那花三万就是三个亿了 那如果有十万个人 多少个亿的一个市场 所以大家喜欢玩的 那么就不需要顾虑 太多的负面的 你要看着正面的 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问题 疫情我们也能解决 外面停车 当时没有营地 我们不也解决了吗 现在营地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轻松了 以前没有C6驾照的 现在有C6驾照了 不都解决了吗 哪有解决不了事情的 它是在往上发展的一个趋势 只是说在越来越规范 玩起来越来越轻松 越来越容易 以前好像难度高一点 高速又怎么样 不让你上什么 我都遇到过了 但是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现在对我来说 玩房车 玩拖挂房车 没有越来越简单了 其实我是喜欢玩一些 有挑战的 可能我会觉得 把我自己玩的一些体验 再跟大家多聊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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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